我们今天介绍电动式 Electromulti-force 它简写就是EMF 那么电动式 它就好像是一种 假如我们把一个电路 当作是一个电子在那里流动 或者是正电荷在那里流动的话 那电动式就是能够驱动 这个循环的一个支器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整个的当作是一个电路 回路 电路一定是一个回路 它就是利用这个 我们拿正电荷来做模型 好 带电体 在这个地方路上面做一个循环 不断的循环 那么这个路里面就开始有电流 有电流 好 那么这个带电体怎么运动呢 那么我们就是想办法在这两端 产生正负电压 就是这边的电位比较高 这边的电位比较低 那么正的带电体 正电荷在这边 它就会由高电位 流向低电位 会流过来 自然就会流过来 但是到了低电位以后 它又要回到高电位 它就不能自己走了 因为这个时候 这里的能量比较小 这里的能量比较大 那你没有这个能量上到 更高一级的能阶的话呢 它没办法上去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这个带电体 一个能量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对它做工 让它上去 只要推到这个地方 它就会顺着这个路呢 留下来 因此这一段的作用就是 把低电位的正电荷 推到高电位去 那么它怎么推一个电荷呢 推电荷不是我们说 你有多少力气就可以推 它必须有电厂 电厂作用在这个电量上面 才会产生力 然后才能够做工推上去 因此这一段地方 你既然要推正电荷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电厂 这个电厂啊 它不是一个静电厂 它不是静电厂 所谓静电厂就是由电荷 静电荷堆积在空间的某些位置 使空间产生电位 那么产生电厂跟电位 那么这个电厂就是所谓的静电厂 但是EN这里加一个N N就是说明这个电厂 是非静电厂 Non-Electrostatic Field 那么它怎么产生的 我们先不谈它 它可能是由这个化学能转变而来的 可能是由基电能转变而来的 那么它就是有一个 它不是由电荷堆积而产生的电厂 然后就可以把正电荷推上去 所以这一段呢 就叫做电动式 它就是负责把电荷 从低能量推到高能量 然后再从高能量的位置呢 这个电荷又回到低能量 于是就构成一个循环 那么电动式就像什么呢 像我们一般使用的干电池 或者是蓄电池 还有发电机等等 就是所谓的电动式做 Seat of EMF Seat of Electro-Multi-Force 它主要就是在这个内部 产生一个非静电厂 能够把正电荷从低电位 推到高电位 那么这一段就叫做外电路 它这个电动式做的外电路 这边电位高 这边电位低 所以正电荷在这里 会顺着这一条路 自动的留下来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电动式 它怎么工作 它怎么运作 首先我们看 这个代表一个电动式 电动式做 就好像我们一个干电池 它在段路的时候 段路就是说 它外面没有接通 这根本不通 就是一个电池 它没有一个外电路 让电路让电子来跑 这个时候我们看 它里头怎么一个运作法 好 那我们知道 它本身呢 会产生一个EN Non-Electro-Static Field 产生EN 于是呢 这个EN就把 电动式做是一个导体 导体里面一定有电荷 它就会把这个正电荷 推向A段 把负电荷呢 推向B段 然后就囤积在这个地方 正电荷囤积在这里 负电荷囤积在这里 当这两端有静电荷的堆积的时候 那在这个导体里面呢 就会产生所谓的 E1 看不太清楚 E1就是 Electro-Static Field 就是静电荷 由电荷堆积而产生的静电荷 那电荷 比如说 有电荷堆积 它就产生E1 好 这个电荷越来越大的 越多的话呢 这个电荷就越来越大 一直等到这个电荷的大小 跟这个电荷一样大以后啊 那这个里头的总电荷等于零 那个时候 电荷才不堆积 于是这两端所堆积的电荷呢 就是一个定值 某一个定值 好 现在 我们就看这里头 到最后 到最后 那么 1N下1E是等于零 就是总电荷等于零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电荷 全部用线积分 线积分 从B端 C到A端 电荷 总电荷 使这两个电荷去合 它由B端到A端 做一个线积分 你看这个都成高度的一个DS 然后积分从B端到A端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令 就说设定 静电厂 设定的1N 非静电厂的线积分 从B电位到高电位 注意要 要记住 这边B就代表低电位 A代表高电位 这个积分 我们称它是电动式 就是这个电动式 做的电动式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可以把这个 1N的前面 就是1 对不对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库轮好了 那一个库轮 这个电荷乘上这个 B1的话呢 它就变成力 就作用在一库轮正电荷上面的力 从B端到A端做工 做工 那这个工呢 就是叫做电动式 就是说 这个物体啊 这个电动式做啊 它有一个电厂 它能够把一库轮的正电荷 从B端提高到A端的时候 它所做的工 我们就称它叫做电动式 它的单位是辅导 单位是辅导 工的单位 工跟能一样 那么电动式的单位 它是 辅导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就看 我们的电池 走1.5辅导 我们通常用的电池 就是1.5辅导 那就是说呢 这个里头的非晶电厂啊 它能够把一库轮的正电荷 提升到这个 正电荷从B端提升到A端 从负级提升到A级的时候 它做工是做这个 1.5个 1.5个 福特 就是1.5个 它做的工 工的单位应该是什么 Jar 对不对 这是Jar Jar per coulum 你这里有Q的话 这就是利了 利的单位就是Jar 你这个 在整个被Q来一除呢 就是每一库轮多少Jar就叫做福特 叫做福特 那么 我们现在看 三个数字 因为总电厂等于零 所以呢 总电厂的积分是零 因为这一项是零啊 然后我们就把 还有这一项 这是 静电厂的线积分 从A端到B端 那我们知道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 A端到B 它是等于这个 我看看 A端到B端 应该这个是VAB才对 VAB才对 VAB B端到A端 叫VBA没错 VBA 它就是负的VAB 那这个 这个我们都熟悉 对不对 就是静电厂的积分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跟这个带到 我们原来的1 等于1N加11 大家积分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个积分是零 这个积分呢 这个积分 1N 它是电动式 这个积分呢 是V VBA VBA 那VBA等于负的VAB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负VAB 于是我们这里就可以得 原来这个VAB 就是AB两端的电压 它是等于电动式 就是当这个电池啊 没有接通 没有接到外电路 电路不通的时候 那么它的正负两极的电压 就等于它的电动式 这个电压我们称它叫做 关电压 perminal voltage 关电压 好 那么一 就是电动式 你如果去买一个电池 是1.5伏特 你没有接到这个 你的电器上面的时候 它的端电压是1.5伏特 但是接上去就不一样了 我们等等就会看得到 VAB成为电动式做两端的端电压 叫perminal voltage 这个式子就显示啊 电动式在断路的情况下 端电压就等于它的电动式 就是你买一个电池回来还没有用 没有接到电路上去 那么它正负级的电压 就跟它标示的1.5伏特 是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就看 电动式 现在你把它接到这个电器上面 它开始在电路上面呢 运作了 就像电动式 我现在有一个外电路 接上去了 这个时候啊 这个DN就会把电荷 正电荷推到这里 负电荷推到这里 当这两极 有正负电荷堆积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电压 电位差 有电位差的话呢 它的正电荷 我们都拿正电荷做模型 就会从高电位 圆着 外电路 流到这边来 流到这边 OK 好 那么它 流过来呢 所以说这边堆积的时候 它有1.1啊 那么它的总电量就变小了 对不对 不过它这个时候会流掉 会流掉 那么这个越来越多的话呢 那么它单位时间 电荷 往低电位的方向流动的 个数就比较多 所以啊 流出去的多 本来是这样子 它一边堆积 一边流出去 但是流出去的速度 比较速率 它比较 比这个堆积的速率小 所以就会不断的堆积 但是这个堆积越多的时候啊 那流出去的速率就越大 所以呢 这个跑掉的电荷速度比较快 那因此呢 总到一个 就到一个时候 堆积的速度 等于这个电荷跑掉的速度 于是这个时候就叫做平衡状态了 平衡状态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啊 它不断的往这边堆积 电荷不断的往这边跑 堆积的速度等于它跑掉的速度 于是啊 就有电荷在这个回路上面 在这里 流动 这就构成了电流 构成电流 OK 好 那么我们假设 这个是电动式的本身 它有电阻 我们称它叫做内电阻 Internal Resistance 那外电路也有电阻 我们用大R表示 这是外电路的电阻 叫外电阻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 这个 就是我刚刚已经讲了 好 现在我们就看 这里头的电厂 它有1N又有1E 1E就是这两端堆积电荷所产生的 那总电厂就等于这两个相加 对不对 这两个相加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都做一个线积分 从B端到A端积分 那么 这个积分 现在可不是零哦 现在不是零哦 现在它是 1N始终大于1E 所以它才会有电流嘛 那么这个电厂的积分 我们上一堂不是讲过电阻吗 在这个导体里面 总电厂的线积分就等于电流乘上它的电阻 OK 那这个呢 是代表电动式 我们刚刚说过的电动式 那这个就是 这两端的 就是 VBA VBA等于负的VAB 好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就得到这么一个式子 电流乘上内电阻 等于电动式 减掉 关电压 减掉关电压 OK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再 一项一下 就得到VAB 等于电动式 减的IR 所以你现在看看 我们上一次 上一张通影片是讲它 外路的时候 VAB等于E 对不对 等于电动式 那现在 它接通了 它关电压不再等于电动式的大小 这电动式的大小 要减掉一个IR 所以关电压变小了 你买来的电池 它说是1.5伏特 但是你一旦接到 你的电器上 在运作的时候 这个电池的关电压 就没有1.5伏特了 就没有了 OK 好 那么 从以上的结果 我们知道 电动式做 在供应电能的时候 关电压 VAB 以电动式 Epsilon 要来的小 刚刚是看这个 内电路的运作状况 现在我们看这个外电路 圆着这个外电路 圆着外电路 我们知道 这个里头只有一个E1 E1prang 就是进电厂 它没有非进电厂 没有非进电厂 于是我们把这两端积分 两端都是从B端到A端积分 现在我们从A端 因为它从A流到B 我们就从A端积分 OK 这个积分呢 就是电流乘上R 这里有电流 这里也有电流 有电流 电流从这里流过来 它就是I乘上大R OK 那等于这个就是VAB VAB就是这两端 外电路两端的这个电压 那我们知道 这个VAB 不管是外电路 还是对内电路来讲 VAB都一样大 这个电位比它大多少 你从外电路来讲 也是这个电位要比它大多少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合并 合并 把这个VAB 用IR来带 IR来带 那么我们就可以 得到电路方程式 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这等于IR 这个用 这等于IR 加上这个 然后I提出来 里头就是大R加小R 大R加小R就是说 这个叫做串联电路 这两个 这个元件跟这个元件 它的电路是同一个 因此叫做串联电路 串联电路的总电阻 就是这两个电阻的合 于是我们就得到 串联电路里头的电流 是等于EMF 对总电阻来阻 这个是我们电路的 最原始的一个 电路方程式 它就所谓的 串联电路的电动 电路方程 如果说 这个回路 它不止一个电池 有好几个电池 都串联在一起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就稍微改一下 那就是把这个 这个变成Sigma 就是所有的电动式 加起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也不止有一个 这个R了 小R了 它有好几个电动式的话 它有好几个小R 那这全部也是加起来 加起来 就说这个串联电路的 总电阻 把所有电阻都加起来 这就是串联电路 我们用的这个电路方程 那么我们等等会举例 怎么样子用这个式子 OK 现在我们来看 电动式做 在电路上的表示方法 它就是用一长一短 两个平行的线 一长一短 然后再加上这个 等于是外界的理想导线 这就构成电动式 电动式 但是每一个电动式做 它都有内电阻 这个内电阻呢 我们的写法有两种 一种就是把内电阻 就画在这个负极跟正极之间 短的一边代表是负极 就是电压比较低的一极 长的一边就代表 电压比较大的一极 我们把电阻器 内电阻就画在这个地方 画在这两个基板的当中 还有一种画法就是说 把它画在这个外面 这个就是代表电动式 这个就是代表附带于电动式里头的内电阻 还记得电动式 比较短的这边是负的 比较长的这边是正的 那么电动式的方向 电动式的方向是从负的到正的 它的箭头是从负的往正的地方 负的往正的地方去 电动的方向从短线到长线的方向 就是跟1n的方向相同 那么我们有两种表示法 明白 那么我们用这个式子来计算电流的话 这是串联电路 那么有好几个电动式 那好几个电动式 它接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它们的方向都一致 有的时候方向相反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到底用正的还是用负的呢 好我们现在就是规定它 规定它 我们就先设定 就说你现在先设定 这个电流是哪一个方向好了 这个电流的方向要看电路上面 电流如果是这个方向 你设定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电动式就是正的 就是它的方向跟电流一样 就是正的 如果你假设电流是这个方向 假设电流是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电动式就是负的 所以说我们一旦设定了电流的方向以后啊 那这个电动式 凡是与电流同方向的电动式 就是用正值 与电流方向相反的 它就是负值 电阻一律用正值 电阻全部都是用正值 不管你是多大 好现在我们再看 电动式在充电的时候 充电 如果电动式用完了 它不能够在 像你摩托车的电动式 如果电用完了 怎么办呢 拿下来充电 充电 现在好像很少充电 我们那个时候 一个电池卖的好贵啊 我们一个月的薪水 才2400块新台币 一个电池要卖500多块 所以我们舍不得丢啊 拿下来充电 充电的时候呢 就说 它不会产生电流 从这里产生电流 它不自动产生了 你现在把它接到外电路上面 那外电路的电流 从正直往负直跑 流动 那这个就是开始充电 因为你这个一充电的话 有电路往这边 这个电 静电厂一定是这个比较高 静电位这个比较高 这个比较低了 所以静电厂是往这边去 然后呢 静电厂往这边 它本身一开始充电了 它这个化学能又产生了 于是它就会产生1N 因为它化学能会 会转变成为这个电能 所以就由1N产生 当然1N要大于1N 这个电流才会过得来 这个叫做充电 电动是输出的电能 输出电能是将内能转换为电能 对外输出 这个过程叫做放电 当内能用情的时候 可以反过来 用外电路的电能转换为内能 这个过程成为充电 就像这个样子的 这个时候的总电厂 仍然是这两个电厂之和 但是这个要比这个大 它在继续的充电 我们把这个设置都从A端 因为现在电流从A端到B端 我们就一个电流来 从A端到B端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就等于电流乘成R 这是我们上一堂讲过的 然后这个呢 电动式是EN多到DS 从B到A叫做电动式 它现在从A到B呢 就是负的电动式 那这个正好就是VAB 这个设置整理一下就变成VAB 等于电动式加上IR 所以说当你的电动式做 它在充电的时候 它的电动 你所要用的这个 外加的端电压 要大过它才可以 大过它才可以 所以你如果电池没电了 你要充电 你的电池通常是12伏特 那你外电路 要充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大于12伏特 12.5或者13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 这个电池没电了 那我到这个 店里头买两个干电池 接上去充电 那个不行 你两个干电池串连起来 才三伏特 对不对 那不能够充这个12伏特 一定要比这12伏特 这大才能充电 上次显示 电动式在充电的时候 外电源加入电动式 做的端电压 是大于电动式 所以电动式啊 所以以上的结果 我们发现电动式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将内能转换为电能 这就是放电的时候 当你这个放电放完了 没电了 要充电了 就是将电能吸收了 然后转换成内能 这就是电动式的两个功能 电动式的两个功能 现在我们介绍电功率 假如这里 我们代表这是一个电器 这框框是一个电器 有AB两端 A端呢 它的电压叫VA 低端的电压叫VB 如果A端大于B端的电压 那么这个电荷就会从正电 正电会会从高电压往低电位 高电位的地方往低电位的地方流 于是就产生所谓的电流 产生电流 好 那现在我们 我们看一看 当有一个deltaQ 它在VA这个地方 就是A这个地方 它的电压是VA了 它的能量就是deltaQ乘VA 好 然后呢 跑到这个比较低的电压VB 它的电能就变成deltaQ 减VB 那它的能量不就减小了吗 对不对 减小了 这个VAB我们去 VA减VB我们写成VAB 那这个就是 这个减少的电能 从这里到这里 电荷从这里 跑到这个地方 它减少的电能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对时间来 来除一下 就是说假定 它从这里 跑到这里 总共的时间是deltaT 那么我们就知道 它deltaT时间里面呢 它能量从这里降低 能量降低做什么呢 它就做工啊 对不对 做工啊 那这个就叫做功率 单位时间的能量 单位时间的能量 叫做功率 那我们把这个delta W用这个代 那它就变成VAB 乘上deltaQ overdeltaT 那deltaQ overdeltaT呢 就是电无I 所以说 这个数字要记清楚 T等于VAB 就算你有一个电器 不管是什么 反正从N端到B端的电压 乘上这个电流 就叫做功率 这个功率 我们等等看 它这个功率是什么功率 有时候它是什么 它是由内能转变为电能的功率 有时候它是电能转变为 内能的功率 有时候它是电能转变成为热能的功率 那都是功率了 但是我要看你是什么原线 你的功率是什么 我们等一等会有例子来判断 那功率的单位呢 它就是VA 这是Volt 这个是Ampere 那单位应该是Volt VA 那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称 给它一个 起一个另外的名称叫做瓦特 Watt 一个瓦特 一个VA OK 那么这个就是 电功率 定义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将会看 几个例子 电功率 比如说电池断路的时候 它的定功率是怎么样 它公路的时候 定功率是怎么样 然后这个 或者是 它输出的 就是它放电的时候 功率是怎么样 电功是做 它充电的时候 定功率是怎么样 一个纯电头的功率又是什么 我们底下有例子 好 我们现在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但是 Nós 我们今年 我们想到